好 喔 其實你可以只用這個 好 大家去電動 那個 那大家就是 然後這是今天演講的頭影片 然後大家可以找那個QR Code 或者是書這個轉網 可以跟我一起看這個頭影片 然後今天的題目是 Dirty RILS 中的 API REC 和 AT Model 然後主要是說開發 就是 RILS 也有一陣子 然後 RILS 提供給我們的 武器有很多 所以就會想說要更深入的研究 這個巨人提供給我們的肩膀有多寬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自己的研究 然後希望帶給大家更多研究 RILS的精神和方法 然後也可以更有力的使用自己手上的武器 好 然後我是 Cindy 然後我是這一個科系畢業的 軟體工程師 然後這是我的P Hub 跟部落格 然後小七是我的代表 輔助我自己畫的 然後今年的話 就是加入那個 資安公司DevCore 然後在充滿大大公司中 持續合力 然後這邊也有公司的連結 然後有興趣的話可以進去看看 然後大家都知道說 RILS 是以 NVC 的架構在設計的 但不知道說大家有沒有看過 就是 RILS 的 Source Code 的 Ring 然後這邊其實就是有簡單提到說 Model 6 的話 其實就是懂 Model 的意思 然後像這個 可能這個 抗安化大分 那種 就是中間應用程式特定的商業邏輯 對 然後在 RILS 中的話 資料庫相關的 Model Can 其實就是繼承 A-T Recure Base 那 A-T Recure 的話就是讓我們將資料庫的每一路的資料 可以以物件的方式呈現 然後擴充這些 然後物件上也有幾方法 雖然大部分的 RILS Model 都會用到資料庫 但是其實 Model 也可以是僅靠 A-T Model Model 實現了純入 Because 那因為 A-Lan 很紅 所以我們就也來問一下 也來出 A-RILS 的 A-T Recure 和 A-T Model 然後請他用漢語中文匯我 對然後他講那麼多就是需要重點 所以 A-T Recure 的話其實就是與比較酷互動 那 A-T Model 的話就是提供模索化的方法 像是驗證序列的話 好 那到這邊就是他大家 誤會我有講的東西 其實跟 Clean Code 有關 其實沒有 就是所以跟大家解釋一下這個東西是什麼 對然後 這可以直接跳過 我本來就很髒的意思 然後 我其實大家同學 我要問這個全日曆就是說 德體到底是什麼 然後資料庫中就是有所謂的這樣資料 德體日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就是說我們在資料庫中可以讀取到 其他還尚未Comity的Transaction Transaction 中的資料改動 就是可能就會被稱作 德體日曆 那可以透過比較高的Transaction Issoration Level 解決這個問題 對但我今天不是要講這個 好 那今天我的訓練 可以注意回答很不錯 就是再問一次說 德體到底是什麼 然後其實就是延伸比較酷的概念 再來如果有次中的話 對中資料的狀態 其實也是一種遮涕率的 所以呢 他其實就全移掉德體 那今天其實只要講這個 就是Antimodal的德體 好那接下來的話可能先舉一個可以實際運用這個功能的例子 就是假設我們有一個爆料系統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到網站上爆料羅里面的八卦 然後我們現在有一個Spec 就是說 當爆料內容有異動的時候就發通知給我 然後第二個Spec就是把異動的記錄傳到Database 那我們的schema可能想像 就是會有一張八卦的資料表 然後他會 跟藝人的資料表有關 一個藝人可能會有很多個八卦 然後裡面可能會有 title 跟 content 這樣的欄位 那在右手的model 就有可能會想像 就是藝人可能有很多八卦 然後八卦就一個藝人 那我們現在看看第一個要做的功能 就是發通知給我 然後他非常簡單 就是說 如果爆料內容有異動 他就發通知給我 然後其手勢盤就是看文件找方法 那我們已經知道說這會提這個關鍵字 所以就可以用這個關鍵字找到一些可以用的方法 那可以看到做變化 或是哪個欄位有沒有變 可以用period change這個方法 或者是說atrol子底線 period change 或者好的方法 那這邊有個小地方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說他在reload之後 那個period change就會直接被清空 所以一般我們不太會手動 手寫reload這件事情 除非可能是測試情侶需要 或者說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幹什麼 好那我們利用就是找到方法 然後可以 然後探斷有個異動的方法 所以程式碼可能可以長得像這樣 那簡單寫一個就是 AfterCombie的callback 那我們就寫了一個message 就是notify changes 然後我們的condition 如果說他的title period change 或是他的content period change的話 他就會去做通知這件事情 對 那他控制的程式碼 真的是10座 就是速度高這樣子 然後接著我們快速實現這個功能 就是說要將異動存到data base 那我們一樣可以在文件中找到需要的方法 那感覺這個方法很不錯 就是說剛剛有提到period change 這個方法可以看到說 他有哪一些欄位 然後欄位電話前跟電話後的atrol 他的value是什麼 對 那這邊可以看到他是在save之後 去呼叫period change 好那我們可以將 找到的方法放到實作中 那程式碼有可能會像這樣子 就是有可能有一個callback 就是說在save之後要寄一個log 那我就有一個log change 然後他的content change可能就是看出我的period change 裡面的title跟content是不是有存在 那我要寄的是 這個change的變化的資料 所以我的table可能會有一個 log的 那個資料表 那裡面可能會存target是誰 然後要存電話的beta是什麼 那這個target可能就是有這種倒作性 所以他就直接放target就好 然後等到我們完成 功能之後 那接下來就會靠起說 Rose的period change 這個方法他是怎麼做到的 好所以接下來我們要開始打save 那這邊的話會以RUS 7.0.5為例 然後沒有任何名字 因為剛好看就有感覺 好 然後呢 我們開始之前的話跟他分享一點點小小小的技巧 就是說 如果你在自己的RUS 專案下的話 可以用一些方法去看source code 那可能是 譬如說我可以用bundle提供的bundle open 那後面就是加上你套件的名稱 那你就可以直接打開這個source code來看 那你可以用習慣的editor來開 那再來就是如果你在console以下 想要看到特定master的 他是在哪裡被定義的 可以用source location這個master去看 然後甚至你可以直接 把這個方法印出來 所以就點source 點this 就可以把你想要看的source code把它印出來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我們可能會習慣 就常在debugger的時候可能會中斷程式 那這也是一個技巧 就是可能用debugger是內建或是bybugger 或是by硬塊 任何工具都可以 那我們在中斷程式碼子中 進行程式碼的探索 好 那我們從預見的方法出發 從這邊就可以看到說 ocular change這個方法 它其實是呼叫 mutation before last step的changes方法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會去找說 mutation before last step 好 我們看到說mutation before last step 它其實是一個 mutation before last step的instance variable 那如果不存在的話 它會 assign一個 空的 non-object的instance beta 就是它有一個叫做 non-mutation check 點instance 那看到這邊的話 如果有看過 design pattern 應該就會知道說 它其實是用到 non-object pattern 簡單的講就是 它會是一個 表白空情況物件 好處是 它可以同一件 年紀可能避免 預期外的錯誤 不需要時常做 是否控制的判斷 而且可以直接 cull instance 是因為這個non-mutation checker 它有include singleton這個module 所以它可以保持 唯一的instance 那我們接下來的 思路就會是說 我們要去哪裡找 哪裡會 assign 有值的 mutation before last step的instance 所以我們問的問題是 mutation before last step的instance 就是什麼時候被assigned 好 那我們簡單就是用關鍵字去搜尋 那我們可能就會找到 這裡有一個叫做change apply 這個master 那在這個master中 它會進行 utention before last step的assign 因為它會把 utention from beta base assign到 utention before last step 大家有看到嗎 可以 反正就是這邊 好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會好奇說 那這個mutation from beta base 是什麼 那這個方法的話 它其實 註解有說明這個 changes apply 這個方法 其實就是把 changes移到period change 那剛剛可能沒有提到 就是說 在save之後去看 我們的changes 會呼叫period change 但是如果在save之前的話 是用 changes這個master去看 它有沒有 changes 對 那我們先記下來說 然後晚一點可以 看一下說 究竟是哪裡 會呼叫change apply 這個方法 那我們現在先好奇的是 mutation from beta base 是什麼 然後所以我就會找到這個方法 就是mutation from database 然後它一樣是一個 mutation from beta base 的instance variable 那它的code 就是說如果不存在的話 它會先去看說 atrov有沒有被敵犯 有的話它就會去呼叫 atrov-mutation check 去new這個instance 然後它代入的會是atrov 那如果沒有的話 它就是 coal false mutation check 那理論上我們一般的情況 都會atrov 所以我們這邊就先直接看 一般的情況 是atrov mutation check 這邊 那在看atrov mutation check 之前的話 我們會先回到一開始看的 period change 這個master 那我們看到 是mutation before last step changes mutation before last step 來自mutation from beta base 所以我直接把它自緩給 那mutation from beta base 其實是來自 atmodeline atrov mutation check 點例 然後在 atrov 然後在coal changes 那經過在大腦 就是大腦中重組之後 我們就會知道說 接下來要找的方法 其實是 atrov mutation check 的changes方法 好 所以我們知道說要找 atrov mutation check changes方法 那這邊的話可以看一下 它的source code 它就是說 它會先去看 atrov name是什麼 然後再 itrease upject 然後再用hash的 within different esense 然後在那個block裡面 去判斷說 那個atrov有沒有changes 那如果有的話 他才會把他的 那個 changes前跟changes code assign到result merge到result裡面 這樣 對 然後這邊有個小 小地方就是 它的那個 within different esenses 不知道大家 知不知道這個master 但這個master 其實還蠻有趣的 它其實就是 reals去擴充 Ruby的hash 然後讓我們可以同時用 train或single的key來取得hash的value 對 也算是一個小技巧 如果自己有需要的話可以用到 然後 他用itreaseupject 就是去做hash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追 接下來要追的就是atrov mutation checker的changes 他是怎麼判斷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atrov mutation checker的changes 這個方法 然後他讓 Chromegram2 是option的 所以我們可以先輸入這兩個欄位 然後看一下 直接拒絞在第一個master上 就是atrov change 那這個就是他主要的master 所以他主要做的事情就是 可以看到說他有一個叫做false change 然後下一個就是atrov的changes 所以其實他的關鍵的功能其實在於atrov的changes身上 所以接下來就是atrov的changes是怎麼判斷 好那我們看到atrov的changes的話就可以看到說在atrov這個 檔案裡有一個change的master 那他的master的話就是會是 transform assignment 或是change in place 那transform assignment的話可以看到說 他的assign這個問號master 他其實就是去aliense到originalatrov 所以他其實只是問說有沒有originalatrov 然後再來change的話 他直接就是去用type 然後點change去看說 這兩個欄位是不是有變更 那change in place的那個has been read的 他其實是直接去看說那個instance value的instance是不是有被禮拜 然後這邊是直接看說 然後changes in place 就是這邊是直接看changes in place 對 好 那其實在如果你讀souls 我們讀souls code到這邊的時候 其實應該就可以有一些感覺 就是說 originalatrov 跟value 就可以 知道說 當有atrov的時候 其實reals已經在做記憶這件事情 所以讓我們可以做資料的追蹤 那為了更理解這段程式來的話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type 那type的話就比較簡單 他的change其實就是把兩個value帶進來進行比較而已 那再來看一下type的另外一個 changes in place 那這邊的話他是deepal是直接 預定是false 那因為我們可能會有很多種不同的type 那主要如果是 殼片的type的話 他其實是會複寫這個方法的 像是strain之類的 那這邊的話列一下就是type在reals裡面其實有更多種 那這邊是souls code裡面的檔案 然後不知道大家有試過就是如果說 你在integer的attroby去ealsign float的話 他其實被ealsign的只會有integer 就是因為type這邊在做一些作用 好 然後剛剛已經看完就是hyperchange的方法 就可以這樣說算是簡單的比較 那關鍵其實還是在於前面這邊的origValue跟value 是什麼 好 那我們再繼續看說 那個origValue到底是什麼 然後他其實就是 就是 這邊origValue他有一個 我上來問號房 跟剛剛一樣 他只是去看說有沒有original attribute 那他會呼叫orginal attribute的original value 那因為orginal attribute其實也是這個attroby的一種 所以他會再進來這個messor 所以他一樣就會走typecast的這個messor 就是可能會進行別的轉換 好 然後再來看一下value的話 他其實就是他要先看說這個value的這個 instance是不是有被定義 那如果沒有的話他才會去ealsign給他 這個 一樣用typecast去ealsign給他 然後這邊soulcode他 就是還蠻不錯的 所以我幫大家說明一下說 他為什麼不用或等於這個寫法 那主要是說 如果這個東西 value他是一個boss的詞的話 那或等於會always走右邊 就是always define的意思 就是always assign的意思 就是重新而sign 所以 這邊他才會用 design很好的方法 那這邊也是一個小技巧 就是大家在寫口的時候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有沒有發生這個問題 OK然後接下來的話我們看完這邊的話我們可能就會稍微好奇一下說 那這個orig.noneatribue 他那個就是value的這個instance 他是從哪裡來的 所以我們可能就可以找到說atribue的initialize 那這邊的話就可以看到說 先前看到的orig.noneatribue 它的value以及type 他其實都是在initialize的時候可以代入的 那這邊的話作傑也有提到說他不會直接的互叫initialize 他其實就是封裝了兩個messor 可能就是fromdata base跟fromuser這兩個方法 那我們也聽到說在初始的話的時候會有orig.noneatribue和value 所以我們繼續想知道說 在從哪裡進行atribue的速度就是剛剛講的那個問題 那我們會看到這邊 這邊的話他其實就是封裝好的這兩個messor 就是fromdata base跟fromuser 那一樣他就是只是把 只是帶進來然後做initialize 那這邊細節都有顧慮 可是這邊的話如果我們看到這邊 就是大概可以知道說他其實就是 有做一些物件偶像的設計方式 那所以他才會把它裝成就是 fromdata base跟fromuser這兩種 然後他這個也算是就是 可能可以運用一些像是大開門之類的技巧 這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可能就會好奇說那誰會去呼叫這個fromdata base跟fromuser 然後所以我就會繼續往下找 就會在atribue去找到說 他有一個叫做withvalue fromuser跟withvalue fromdata base這兩個messor 那這兩個messor的話他會去呼叫剛剛那兩個messor就是做initialize這件事情 那我會繼續往下追說那這兩個messor是誰呼叫的 那這兩個messor的話就是我們會在atribue set很早到 從這邊可以看到說 就是這邊的話就是withvalue fromdata base他會去呼叫withvalue fromdata base 然後跟withvalue fromuser會去呼叫withvalue fromdata base 然後他在reset的時候會去呼叫withvalue fromdata base 那接下來的話因為這邊沒有看到說 拿withvalue fromdata user是誰呼叫的 所以可能再繼續往下看一下 然後我們就會追到說在atribue的那個atribute sign 就是rightatribue的時候他會去呼叫rightfonduser 那其實我們看到這邊大概就已經大筆解說 就是在sign的時候其實就在做30的記憶這件事情了 那最後我們再看一下tracker 就是我們可以了解到說追蹤的功能其實是依賴於當下atribue class 去的origin或trash當下的value 就是這邊 那很久我們前面保留的就是說 是誰呼叫tranger-ified的問題嗎 那 所以我們現在要問說 那這個是誰呼叫 那我們可以在atrack中去找到說 我們可以把 找到說這兩個方法可能就是有在呼叫tranger-ified的MS 對 那我們可以在這邊的話就是知道說atrack和atrack其實是有在串起來的 對 好 然後這邊這個MS的話他有附加件像是super之類的東西 對他就會一直往上到他的supermaster 那所以其實就是像一開始說atrack是與資料庫不動 所以這邊的話他其實是update資料 所以其實是在於資料庫不動的過程中會去做資料的追蹤也是相當合理 那因為前面有提到super 就是稍微列一下說 如果我們在 爬收拾高度過程中 如果想要看機場地的東西 就在一些class或碼頭經過的話 可以直接用assensiters去 看誰參與了這些東西 然後因為當然也有提到super 所以如果說在找的時候 也會很好奇說 那他的super到底是誰 要一層一層往上找其實很麻煩 那這邊有提供一些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說你直接用supermaster就可以去找到說 這個master的supermaster是誰 然後還可以繼續往上找 就是supermaster的supermaster 他會再把他的supermaster印出來 然後告訴你他在哪裡 對 好 然後所以這邊的話其實就可以看到說 這邊 假設是看atrack的話 然後他的soul location在這邊 然後他的soul location在這邊 然後他的soul location在這邊 那他如果 他的supermaster的話 可能就是 簽呼叫callback 對然後 接下來的話他可能就是 會是看 他的supermaster就已經到各體了 所以他這邊其實就會用到各體的東西 對 大概是這樣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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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的流程可能就是 然後更新資料可能會call一個update recordmaster 然後再call一個tranger-of-high的master 那可能就是在call的位置 就是更新資料之後可能會有一些atrack的事件去發生 就會有剛剛講overge value或四百度之類的記憶的事情 然後再來的話可能就是他會補教atrack的各體上的方法 然後再去補教atrack的各體上的方法 所以他的流程可能也可以顯得這樣子 然後我到結論 然後 等一下喔 好 沒有沒有結論 但是 這次的演講呢 其實是 希望大家可以把過程看得比結論重要 主要是因為其實大家 結論大家都查得到 過程中問自己為什麼 是很重要 所以今天其實只是示範了一次 大家在查東西 然後 問自己為什麼 然後找東西 然後再反覆問自己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但是因為我覺得大家還是覺得會找過什麼 所以我今天 今天講的其實是熱有詞跟資料最終相關的功能 其實就是一行字 就是這二題 然後我提供給大家一個 puzzle code簡單的事物 就是找方法問自己問題 然後繼續往下追 接自己的疑問 然後最後一個 我覺得大家可以在看臉寫的東西的時候 列出屬於自己的關鍵字 就是像是可能臉 然後他不會太太平 這個很好 那大家在看別人的程式碼的時候 可以幫自己建立一些關鍵字 讓自己知道說 我這一次在看call的時候 又學到做呼吸到什麼 那可以幫自己的知識 建立一些比較強的關鍵性 對然後謝謝大家 對 這導致講太快了 呵呵呵 好那想要請問一下有沒有 對講者講的這個 議題有什麼問題 然後大家問什麼 特別有然後 跟對什麼關係要討論的嗎 沒有 沒有 那我可以請問一下 你在追這一系列的話 大概花了多久時間 嗯 其實我沒有記憶說我缺缺花多久時間 因為我都是斷斷試試 得在罪 這樣子 覺得蠻厲害的 就是因為這製作很辛苦 就知道你在這製作 要找覺得什麼 好謝謝 我問你 好 就 那大家下一堂這邊 好 那大家可以 休息一下 或者去看一下 下面一起 對 可以找我兩篇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